受造地形限制 许多原乡地区的居民使用叠形天线 也就是俗称的小耳朵 来收看原住民族电视台 然而提供通讯服务的卫星中心二号 旧载波讯号将在今年十月七号结束并载 届时预估有一万四千户的原乡收视户将断讯 看不到原市 对此原民会表示 去年七月一号原文会设置条例 求证公布第四条条文 其中第三项规定原文会得委托 经营无线电视之机构 播送原住民族电视台节目以及广告 不受广播电视法第四条第二项规定限制 因此去年底透过公开招标 今年已经和公市签约租用无线频道 只要家中有数位基上核的民众 七月一号试播开始都可以看到原市 那我们在去年的七月一号 已经修正了原住民族无法失业基金会的 设置条例的相关规定 那排除了广播电视法 对于电视频道不能租借或转让的 这样的一个限制 所以未来原住民电视台的讯号 将可以委托给我们国内的五家电视台 来做播送 如果民众家中没有数位基上核 又没有升装有线电视第四台 十月七号后将看不到原市 必须自行自费升装 另外为了避免总是跟其他台租用 无线频道的限制 为了长远收拾权益 原文会去年已经开始和各部会开会协商 尤其是交通部和NCC 在一月十一号的平谱规划会议中 交通部也同意分配一个数位频道给原市 交通部要分配无线数位频道给我们 这是一个定局 那接下来就是还是要跟各部会协商 所以我们也期待 接下来的新国会跟新政府 可以真正重视原住民族的传播权益 帮我们在这个部分 帮我们大力的促成 不过面对接下来将独立营运无线电视台 播放设备以及各处基地台设置等的裁员抽策 还需要立法院通过 一月十六号大选过后的新国会 是不是重视原住民族传播权益 也是很大的关键 接下来顾许佳荣 台北市采访报道